欸 剛剛好耶 你看 味道蠻不錯的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三米姐 今天要來分享的料理是 梅子 醬燒 絲木魚肚蓋飯 菜名很長 但其實不難 大概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完成 平常我們吃到的大部分都是乾煎的方式 今天要用梅子 醬燒來料理 味道會怎麼樣 待會就知道囉 準備的食材有半匙的油和半匙的麻油 三到四片的薑片 少許的蔥花 醬汁裡有醬油 蠔油 水 米酒 糖 跟梅子 一片的絲木魚肚 事先用鹽跟紹興酒鹽果 首先我們要來煸薑片 我們把油跟麻油倒進鍋裡 接著把四片薑片倒進來 我們用小火乾煎薑片 然後呢 讓它的香氣跑出來 煎到大概邊邊有一點焦黃就可以了 接下來把油倒進醬汁裡 然後我們攪拌一下 接下來煎絲木魚肚 這個不沾鍋呢 很省油 所以我們只需要用鍋裡剩餘的油來煎 就可以了 魚皮要炒下 魚皮的部分大概煎個一分鐘 然後不要動它 魚肉看得出來旁邊已經漸漸熟了 從旁邊輕輕推推看它 然後可以移動的話就是可以翻面了 我們翻完面之後呢 再煎一分鐘 之後再把醬汁倒進來 哇 好香喔 那個梅子的香氣超濃郁的 我們慢慢的收乾醬汁 然後把醬汁淋在 絲木魚肚上 讓味道可以更融合 醬汁煮到差不多這樣 剩下這些的時候就可以關火 接下來我們要完成最困難的步驟 就是要把絲木魚蓋在我們的飯上 經濟師說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你看 弄得我很緊張耶 剛剛好耶 你看 接著把蔥花灑上去 最後把醬汁淋上去 梅子醬燒絲木魚肚蓋飯完成了 試吃時間 看起來還蠻美的 切一半 哇 它搞得有點醜 味道蠻不錯的耶 因為我剛剛單吃醬汁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它還蠻甜的 可是當它搭配了飯跟絲木魚肚一起吃的時候 其實它就沒有那麼甜 然後反而醬燒的味道還蠻足的 蠻濃郁的 很香 蠻下飯的 但有點鹹 那對一般人來說應該是OK的 嗯 經濟師師都說 他問我 味道怎麼樣 我如果說有點鹹 那他就會說這是一般人 那如果我說還好 他就要再加鹽 因為這樣子別人吃就會不夠鹹 我覺得很不錯耶 那你覺得難嗎 我覺得好像沒有這麼難 但是我覺得那個醬汁的比例 應該也是要 對吧 要不然那個醬汁應該調出來 味道也會 影響這個整個蓋飯的口感 我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肉的部分很乾 是因為我燒太久了嗎 你在拍的時候 中間要換好幾個鏡頭啦 所以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控制 對 魚肚的部分 因為有脂肪 所以他吃起來就 不會 就是乾 就是還蠻滑順的 但是魚肉 單純吃魚肉的話 是有點乾 就 到時候在煎的時候 就是 每一面一分鐘 應該就會 比較軟嫩吧 你要不要試吃看看 好 我覺得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就是 加了梅子 真的就是那個香氣還蠻濃郁的 就是 可是他又不會是那種 很甜 然後他可以中和一些 鹹的味道 然後香氣是那種 很濃郁的香氣 我也不會形容 就可能他跟醬油融合在一起的那一種 甜甜的 也沒有甜甜 那要怎麼形容 不會講 他可以提味 對 就是你可以感覺出來 有點 甜的感覺在裡面 但他吃起來又不甜 的那種感覺 這叫技術 是技術 就是他 對我覺得這樣燒還不錯 今天的 這個梅子 醬燒 絲木魚肚 蓋飯 我覺得難度真的 不太難 然後 就是 操作的時間 其實也是還蠻短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然後 用不沾鍋的話 就是他可以 不會失敗 因為他的皮也不會黏在鍋子上 什麼的 我們要跟大家說再見 好那就再見囉 希望你們大家做起來也會成功 掰掰 燒梅子 梅子 那 梅子的方式料理 糖跟梅子 一副 一副什麼 一副腰子 梅子 梅子 醬燒 我還是要講義大利麵 來 梅子醬燒 絲木魚 蓋飯 完成囉 哈哈哈哈哈 你推去哪啦 3、2、1 來 3、2、1 唉唷 我會了耶 你看 我會這樣搖了耶 好難喔 累了